當堅硬的冰掛遇上嬌嚴的櫻花 這場大降溫帶來的東人美景 就出現在廣州市樓溪河國家森林公園五指山上 我們其實是第一次見識很興奮 能夠給我們的南方人去感受一下我們的冰掛 因為東北可以有冰雕 但是這個不需要人工的 是大自然的一個鬼虎神工 而且結合了我們既開花又結冰的那種晶瑩突透 好像一個冰晶一樣的感覺 這是今年五指山的第一場冰掛 由於夜間降水和降溫明顯 所以這場冰掛非常壯觀 在海拔650米左右的位置 就已經出現結冰的現象 各種植物被透明的冰層覆蓋 更顯晶瑩剔透 而越往上行寒衣更顯 冰層也更厚 萬三遍野銀贓素果 現在來到五指山海拔 已經是800米的地方 可以看到路面上已經覆蓋了一層的冰 同時樹面這些不少的植物 也覆蓋了非常厚的冰 像這棵櫻花一樣 這個冰層已經包裹著花 基本上看不到花的形狀 工作人員介紹 櫻花在冰掛融化之後 狀態會不如痴纏 不但山下的櫻花就不受影響 會如其三方 為了保證遊客安全遊玩 警區也安排工作人員在路上巡查 嚴格控制了那個停車的海拔線 就是在路面結冰的位置 就不讓大家把車開上來了 讓大家盡量就是要採取步行的方式 冰掛在今明兩天就會觀賞到的機會比較大 到了後天到了明天下午 就慢慢的基本上就會沒有了 就慢慢的基本上就會沒有了 谢谢大家